Hello 我是 Tiger 今天要介紹如何利用 DJI Osmo Pocket 免費程式 DJI Memo 的 Story Mode 幫助大家很快很簡單做一些超美的短片 好 當我們有手機和 Osmo Pocket 連上後 我們會自動彈出 DJI Memo 的程式 開啟後會看到右上角有一個 S 符號 有一個彩色 S 按鈕 這個代表是 Story Mode 的設定 當你按進去後會看到有舒緩和不同的設定 我們這次選擇是午後時光 當你按了午後時光 你會看到畫面左上角有一個 Preview 就是大約拍出來是怎樣的 而下面你會看到有四個時間 即是說這個短片的 Ten Play 分別有四個 Short 當你知道這個建構的 Structure 之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進行拍攝第一個 我們就按錄右邊紅色這個按鈕 它就會倒數三二一 就錄下了這個鏡頭 當你看完這個 Preview 覺得OK 我們就按下一個 Shot 下一張 第二的 Shot 是 1.6 秒 我就找一個碟 都很漂亮的 接著就對好之後 按錄 它就會做一個 Twist 的動作 就錄下了 覺得都很漂亮 第三個我會選擇 後面有一隻小豬的杯 這個就是 2.7 秒 就由下至上 我按了之後 它又入 Preview 覺得都很不錯 到最後 我就想拍攝食物 它就會自動由左邊去右 然後就會停止到大約 2 秒左右 也會將這個 Shot 拍攝之後 就按全部預覽 全部預覽之後 然後你會看到它都會彈一些刺 然後就完成了這個 Editing 然後我們就按保存 它就會將這個影片 輸出到我的 Photo Album 這個整個程序幾分鐘就搞定 以後你去不同的景點裡 其實就不需要大快周章去搞多事情了 其實你只要跟著這個 Ten Play 四個步驟 然後就拍到一個挺有趣的觀光片 去做一個紀念和紀錄 那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Hello 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想法 甚至是問題的話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了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以及按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們可以下次再見 拜拜